各位专家 各位同行 老师们 同学们 大家上网好 非常高兴借这个机会 在网络上跟大家交流一下 我们安基伦最近的一些技术上的进展 和在视频安全领域的一些应用进展 今天展到的主要是涉及的是有机制谱 而且重点是和LC联用的有机制谱 在这几年我们安基伦的整体的工程师 因为在视频安全领域开展了大量的应用性工作 包括有机制谱和无机制谱 今天因为实验关系 我们重点主要涉及的是有机制谱 在以下七个方面的一些应用的工作 在视频安全领域 我们一般来说做分析工作 要回答这么三个问题 一个就是有没有有什么 第二个就是有什么 第三个就是有多少 就是这三个问题是我们大家共同关心 而我们的分析检测的对象 有可能是没法添加的有毒有害成分 也有可能是有效的功能成分 无论是哪一种 大概分属于以下三种情况 一种就是我们的目标非常明确 比如说我们做农场分析 做受传分析 做受药理的消极困难的代谢物 我的目标非常明确 第二大类的就是 我只是知道它大概属于哪一种情况 比如它属于农药或者属于瘦药 还是属于茶叶当中的这种茶叨分类的 第三大类的就是我的背景知识非常少 就是大概它属于哪 而第一种情况 因为目标比较明确 所以我们一般来说 直接用三层串联伏析杆 属于这来进行尽量分析 那么对于第二种第三种情况 一般需要先做到猜查 你确定它有没有有什么 然后再来进行尽量分析 无论是哪种情况 我想灵敏部都是大家最关心的 也就是说首先得回答 有没有这个问题 如果没有减出 那么更不可能谈到后面的鉴定和定量的问题 所以在灵敏度这方面 我们在硬件设计上 做了大量的创新性的工作 这里主要列出一些代表性的工作 首先我们在离子源这一块 也就是说提高灵敏度 首先是在离子的产生这个环节 我们做了一些工作 那么我们推出的安接轮热气度 热气度离子聚焦技术的 安接轮接着去母离子源 它通过一股加热的跳气 在加速去融化过程的同时 能够对我们限制了我们离子素的发散 提高了局部的 也就是单位空间的离子浓度 进而达到提高灵敏度的一个效果 那么在离子的成熟环节 我们采用了一个六孔的 六通道的模式管成熟 然后用了一个二级的离子漏斗技术 而且这个离子漏斗二级的 它是离子的 也就是说离子是缓弯的 这样的好处是可以去除中心的干扰 这离子漏斗技术和我们的 用重道模式管 还有我们的安接轮的 JXP美离子源 这几个技术 既在我们的三重测量刺激感 的六四九零收入中 有所利用 也在我们最新的六五五零的 除了硬件上的创新之外 我们在远近的功能上 也做了半量的工作 常规的QQ定量的同时 我们说一个色谷风的数据点 必须有足够的数据点 这是为了保证它定量的重现性 而在保证数据点的同时 我们又追求它最佳的灵敏度 所以为了做到 兼顾灵敏度和兼顾一个色谷风 具有足够多的数据点的时候 我们提出了一个动态的MRN的模式 我们面对这样一个大多数 很多的化合物同时进行分析的时候 这个动态的MRN的技术就非常远用 这种技术它才建立一个滚动式的采用模式 也就是说它只将助流时间分配给出风的化合物 那么对于不出风的 也就是说在当前这个时间 这个时间段它不出风 我们的助流时间是不会分配给这些化合物的 这样就是将我们的助流时间最有效的利用起来 进而达到提高我们灵敏度的同时 实现最佳灵敏度的同时 兼顾了我们色谷风的数据点足够多 保证良好的定量重现性 我们在保证灵敏度的同时 我们在QQ这方面还推出了一个新的功能 就是基于我们动态MRN基础之上的 所谓的触发式的MRN模式 也就是TMRN模式 这种模式主要是在增强 在兼顾尽量敏度的同时 还增强了我们QQ的定性能力 这种模式就是在采集MRN的时候 我们区别与我们储存的MRN模式的区别在于 我们通常的MRN模式只是监测两个指令指 而我们的TMRN模式允许我们可以同时监测 发到十个指令指 这样可以重构出一张它的二级直部符 进来利用这张二级直部符 在定量的同时实现它的定性的功能 对于目标明确的化合物 我们一般来说推荐用QQ直接定量 那么对于我们前年提到的第二类和第三类化合物 就是我们不是特别明确 或者只是知道它大概属于哪一种类型了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先做一些筛查定性的工作 我们这里列出了我们安静伦QQ在筛查 鉴定类质物方面的一个基本的流程 我们推荐的是先在采集一级的模式的数据 你这个一级我们要做的 正模式副模式都要采集 得到了色谱图之后 我们要对这个色谱图中所对应的化合物 也就是色谱图中所对应的化合物 我们通过我们的分子特别提取功能 从属杂的色谱图中找到所对应的化合物 以及每个化合物所对应的态限显示 也就是它的直谱图和MFE的直谱图 在此基础之上 我们依据它的精确质量数 依据它的同一数分布情况 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初步的鉴定结果 结合一些数据数的检索 我们得到了一个初步的分子式 或者是一些初步的鉴定的结果 那么为了对这样的一个 一级的鉴定结果进行确证 我们会继续做一个二级的 采集它的二级的数据信息 那么这个二级我们就可以实现 目标的target的二级 也可以做最终的offer的二级的模式 得到了它的二级直谱图之后 我们借用我们的MAC-Counter运件 或者是我们PCDR的图处 或者是我们的分子结构关联性远跌MAC-C 进而来推断它的结构信息 以及它的碎片的可能的结构数据 在C-TOP里面 我们定性的主要依据 这里列了主要是精确质量数 同一数的分布情况 它的保留时间 还有它的高分辨的二级直谱图的信息 那么如何去利用这些信息 来帮助我们进行定性 我们主要有两种手段 一种是基于专属的数据库和普通的进行策略 这就是我们的PCDR数据库普通 在我们的这个数据库普通里面 我们说它是专属的 比如说我们做茶叶 那么我们要对茶叶当中的产生进行限定 我们会采用茶叶成分的数据库 那么如果是做农产的开查 我们会有农产的农药的数据库 第二种策略 我们是基于理论计算的结构预测策略 这种结构理论计算呢 也就是说不是依赖于专属数据库 或者说我们手上现在很难获得相应的专属数据库 那么我们可以变换一种策略 就是利用理论计算 那么这个理论计算主要是在 体现在我们的Mark Hunter元件和我们的MSC元件上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CCDR数据库普库 这是我们专属数据库普库的一个载体远向 它和允许我们根据我们目前的自己的自身情况 来进行自变普库 可以在已有的普库的基础上 添加化合物 添加它的保值时间 以及添加它的二级支付图 而且这个二级支付图可以用 采用不同的碰撞能的显示 可以得到几张不同的甚至是正处模式 不同模式的二级支付图 有了这些信息之后 我们建好一个库 那么对于未知用的策略 我们就利用在了一个数据库和普库 来进行检索 那么检索的这里列的是一个Casin的例子 我们得到了Casin的一张二级支付图 然后将这个实验的普库提交到我们的PCDR的普库里面 去进行检索 那么检索的同时 它会如果检索到了最运的结果 它的结构式就会在这里体现出来 同时它的打分的情况 也就是我们正向体配和反向体配的打分的情况 也能给我们做一个列表的作为总结 还有我们还能够实现 就是将我们的实验的普库和我们的普库的普库 列在一起放在一块 做一个镜像的底角 非常的直观 除了检索的数据库的这个定性的策略 我们刚才也提到还有一个基因理论据库的模式 那么这个理论据库呢 主要是利用我们的Mark Hunter 连接和我们的MSC连接 就是说凭借它的一张二级直部组 我们可以分成它的分解式 以及它碎片离子的元素组成 然后在此基础之上 我们可以得到它可能的化学结构式 以及它碎片离子的可能的结构式 前面提到了一些技术上的我们的技术进展 下面呢我们就是再来系统的汇报一下 我们这几年做了一些在实际安全领域的 应用上的一些进展 首先看看我们在产业分析领域的最新进展 产业分析第一个要关心的就是进行产业的产生鉴定 基于这样的一个需组 我们分了大量的人民物理 收集了或者说收集了目前 也就是最近40多年来 文献上报道的最新结果 制作了一个我们自己的数据库 也就是茶叶的成分数据库 这个数据库里面目前包含有333个化合物 它收录了有20几类 包括我们的儿茶酸 包括我们的氨基酸 包括一些这个咖啡品 还有脂类 还有维生素等等 糖类啊 等等20几类茶叶当中的成分 那么这个数据库呢 它可以提供给我们茶叶成分的名称 不止是金色指约素 化学文贷号 以及它的结构式 如果我们能有提供获得相应的标准品 我们还能够得到它的仿余时间的信息 和它的超级二级成分的信息 所以这些信息都可以 都可以融入在我们的PCDR数据库库当中 那么我们现在有了这样的一个库呢 它为我们开展茶叶成分鉴定 以及茶叶成分的相关代谢的研究 主动了一个重要的努力的支持 目前在茶叶分析这一块呢 我们除了做茶叶 做了一些茶叶成分鉴定的工作之外 我们在茶叶的产地 相同比如说绿茶 同样是绿茶 它的产地的归属 还有我们茶的质量控制 以及茶的品种的区分 茶叶的成分 在人体内的一些代谢的情况 还有我们饮茶与人体的健康 或者饮茶对我们人体代谢组的影响 还有一些茶叶当中 设定的目标成分的一些定量方面 我们都开展了发展的工作 在结合我们安杰伦的MTB原则 我们可以将我们 将我们的茶叶的真实辅助 充分的应用到 我们在对茶叶的一些 比如说产地归属 它的一些代谢产地归属 还有它的一些质量控制上面 通过我们的MTB原则 可以做一些区域分析 也可以做一些分类的判断 那么进而我们还可以研究 它的其中的一些重要的成分 所处的代谢通路 为我们研究它的一些 在健康方面 或者是在它的一些生理部门方面的一些影响 提供一些重要的参考信息 那么在目标成分的定量方面 我们这里列了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的茶叶酸 茶叶当中的茶叶酸 这是茶叶当中 含最高的MT酸之一 那么茶叶酸的定量 那么以前做MT酸 可能主要是要做一个眼光号处理 去把它留所保留 这里我们取的例子是不用做免账化处理的一个不快速的定量方法 给大家演示一下 在农场分析方面 我们有一个商品化的1600种农药的一个收集处 同时我们还能提供相应的一些TIT 这个TIT里面既有前处理的刷好品和前处理的方法 这个前处理方法既可以既有ALC的方法 也有欧摩的方法 同时里面还有一些农荐的农药的资料 帮助我们按照僵硬的文件 指导文件 告诉我们怎么去建立的方法 建立起一个 想法 然后怎么去使用我们这样一个数据库 来帮助我们进行农荐的筛产 在筛产完了之后 我们要开展一样的工作 那么我们有一个750种农荐的EMRM的数据库 这个也就是说我们不需要自己去拿造成体优化 它在植物荐件直接承认我们MRM处理的植物荐件 在安静的内容器上直接用 那么就可以快速的比我们的目标产分进行贴量 在受药方面 我们的同事也跟我们的重要客户开展了大量的合作工作 这里是我们在受药方面 在受药的筛查 我们也总结了一个360种受药的数据库和褲库 我们还可以提供一个相应的色谷分离条件 和它的色谷处等等 也就是我们有一个比较成熟的方法 直接拿来进行一个基础理 进行受药的筛查 那么受药的电量方面 我们也同样有一个一套成熟的色谷分离和植物检测的方法 这里我们可以提供一个180种受药的DMRM的数据库 而且同时可以实现正负模式的切换 也就是无论是正模式检测还是副模式检测 我们一次尽量都可以实现检测 我们180多种不需要我们自己再去拿标准品重新建立条件 直接采用我们已有的这个MRM的条件 就可以快速的开展工作 在生物途术方面 我们也做了一些工作 这里主要是介绍申请途术和海洋途术两方面的工作 我们的数据器人 对于我们的重点客户 重要的客户 一个是浙江的局控中心 我们合作建立了一个数据库和普库 也就是其中含有43种申请途术 以及17种代谢物 在QQ的定量方面 我们也开展了一个三十几种 申请途术的QQ的 LG分离和学乎检测的方法 那么这是我们建立的60个成分的申请途术的 数据库普库的一个建认 那么我们前面提到的可能都是申请途术的 也就是说主要是申请途术或者是海洋途术 我们一个批处理的方法 那么我们在研究一些具体的 按分类的情况来 有专门针对这四种的一个方法 那么还有我们也开发了一个13种的主荣性的海洋途术的方法 前面提到的受药受散生育和龙山分离也是一样 我们这里则介绍的是批处理的方法 也就是说不分类的 那么我们受药方面 我们也有十几种按分类的条件 就是比如说就做消极困难代谢物 就做这个β受体批备剂剂 就做另外处理的 我们有分类的有分类的方法 那么有批处理也有批处理的方法 根据我们具体的需求 我们可以选择不同的方法来做 那么植物生长裁写剂方面 我们也开展了一些工作 应该说植物生长调节地的这个开场 起源于欧盟曾经在进口印度的葡萄的时候 发现的它在葡萄上面检测出了矮状树 所以这就促使欧盟要求了 逐渐要开展一些植物生长调节地的检测 那植物生长调节地可能通常会以我们的植物基数 放在一块体的 应该说植物生长调节地 它是一种人工合成的 具有植物基数功能的 一个物质 我们在这方面正在开展一些 就是开展的一些初步的开展的一些工作 这里面的一些初步的结果 就是我们用Q-TOP 来做了一些植物生长调节地的一些工作 那关于塑化剂的分析 实际上我们在这个塑化剂的风波 主要起源于五月底的台湾的一些 一些企业所发生的事情 那么这个塑化剂的工作我们也 我们台湾的同事还有和我们大陆的那个同事也一起开展了很多的工作 它包括我们在除了在业质方面 我们在气质方面 那么业质里面除了单次级 我们在全客户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除了对塑化剂本身进行 所以我们还开展了一些对于塑化剂的出生和自身代性物的一些分析工作 那这些呢我们可能在之前我们有很多的老师和同学都了解了我们的任何能力是进展 所以今天我们就顾试者 那最后关于食品添加剂这一块 我们主要是针对于禁用的食品添加剂 我们也做了一些工作 这里总结一下 我们目前已经总结了一个125整 主要以色素为主的禁用的食品添加剂的储处 这里面可以提供我们的禁用的对象的明称分子式精确质量素 我们的化学文质号 我们的二级植物图 这样帮助我们进行快速的筛查 禁用的食品添加剂 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工具 那么应该说上面呢 主要就是我们这一两年 根据我们中国的实际情况 所开展的一些很有针对性的 在食品安全领域的应用性的工作 今天借这个机会呢 向大家汇报一下 下面呢 如果大家有什么感兴趣的问题 我们可以再先教典一下 谢谢大家